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今天会呈现这样一个格局 但连涨两天稍微休息一下也是正常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是大涨 道琼昨天涨了快600点 529点 2.1% 纳斯达克昨天比较可惜 开高走低 纳斯达克是开高走低 收盘几乎回到平盘 费得不好题也是开高走低 但还有涨1% 昨天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科技股比较弱 因为你看纳斯达克就知道了 昨天科技股普遍弱势 小跌 你看苹果昨天跌了0.6% 昨天科技股比较弱 只有美光涨1.9%比较多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在哪里 在传统产业 因为美国的大涨 人家根本不care香港问题 还是比较关心自己内部复工的问题 那复工对传统产业带动是最直接的 所以昨天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都涨了6% 运动鞋的Nike UA 也都涨了5%6% 涨最多的银行股 昨天美国的银行股分别涨7%到9% 是涨最多的 所以对于指数的推动有很利极的效果 可是对台北股市的互动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台湾跟美国的互动 主要还是在于科技股的部分 当然运动鞋当然也有互动 那银行股 台北股市这两天银行股也在涨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美国股市的互动 平常来说互动是没有那么直接 那昨天外资大买台股 141亿 我昨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预告过了 依照我的经验 外资一定是买金融股 果然昨天一系列的外资大买金融股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 那因为美国昨天科技股弱势 亚洲股市连涨两天之后 今天普遍也开盘就转弱了 南韩目前在平盘日本小涨51点 香港目前跌了93点 因为他们的国安法快要过了 香港版的国安法快要过了 应该这两天就会通过 那新加坡也是跌的 上证深圳 今天都分别下跌0.1%跟0.3% 所以台北股市目前小涨19点 涨了两天分线指标都高了 开高走低修正一下也是正常 趁压回来的时候 趁压回来的时候 快落空 可是要买对 要买对 该买什么股票 我这几天还已经跟大家讲过 买4月17号建高点之后 修正一个月的 不要去追关 追关很危险 追高是很危险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外资买超141亿 主要买的对象 我们来看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很明显 星光金 32463张 友达群创 因为这个已经太低了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买华星17793张 这有原因 因为青山集团 大陆最大的不锈钢集团 青山集团 它在印尼 有矿产区 有直接设公司 那每年大概有快300亿的生意 那在台湾的部分交给 华星来做总代理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公平的地方 因为台湾有很多不锈钢厂 也是跟青山进口的 那你现在转而由 华星来做总代理 那其他家公司怎么跟他竞争呢 所以有很多的抱怨 那昨天外资买华星 买了17793张 所以华星这两天 因为这个消息的关系 股价这两天有发动 但业绩还是很烂 第一季准益两平 比较好的是 净值有23块钱 净值蛮高的 所以这场个股 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也可以注意 可是产业本身来说 钢铁塑胶 这个产业都很烂 赚不到大钱 所以强短线可以考虑 至于波段的部分就不用想太多 昨天国泰金买了17000张 台积电买了16000张 你看元大金 中信金 开发金 富邦金 第一金 一系列都是买金融股 而且都买1万多张 台契银 中售 台新金 都在买金融股 何库 都买很多 所以跟我预告的一样 因为外资不会去帮散户抬教 散户都买电子股 外资不可能帮你抬教 散户不喜欢金融股 金融股占指数又重 这个拉起来对于指数的效果又高 尤其金融股 积息在低档 获利也都不错 所以外资买金融股是对的 它可以用金融股来控制数 尤其不用帮散户抬教 甚至于安全又可以稳定的获利 尤其大盘涨了2500点 外资相对持股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卖了6000多亿被嘎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它再进去买 它绝对也不会去追高 你看今天买超最多的国泰金 今天已经破平台了 已经破平台了 我跟大家讲 我在36块钱就开始讲了 要冲出去了 这个太便宜了 光是土地价值 土地资产就七兆了 目前所有股票加总起来 才5100亿而已 太少了 太少 这种安全又会赚钱 那中售 这一波金融股最强就是中售 我们等下开始卖的嘛 已经赚25%了 那今天刚才涨了2%多 这个随时会加速喷出去 当金融股开始在接棒的时候 这个盘要大跌已经不容易了 会推上去 会推上去 那论泰拳 我也跟大家讲过 论泰拳也不错 论泰拳拳拥有南山人寿的关系 第一季就赚了5块6 而且会连续4年 获利赚超过15块钱以上 所以论泰拳 股价太低了 会年载四年都赚15块 股价到28块几年了 这个把它当存股 波动有点慢 可是当存股 确实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金融股在接棒 那金融股在接棒的时候 中小型股就会退位 尤其什么 尤其防疫口罩 这个之前好像 跟他起党同样 跑跑跳一直跳 那大型股一回来 当然就要退价了嘛 都要退嘎嘛 你看昨天已经大跌了 今天 防疫概念股 全部全部全部 都大跌 跌停板的已经很多了 我这里看到 是比较焦点型的 那实际上 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反正你看 一堆大跌的股票 对一堆大跌的股票 所以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再摸啊 不要再碰了 防疫概念股太大了 只是靠 嘎空在撑提财 那是不扎实的 而且每家公司 获利都很差 你看是不是下来了 基隆股一起来 防疫概念股就开始退嘎 所以这个不要再去碰了 电子股的部分 有高有低啊 电子股是有高有低 那你要买的话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4月17号建高点 已经修正下来的 你要买4月17号 你不可以再买那种 现在正在高点的哦 你看现在正在高点的 比如说 太鼎 现在在高点的 是不是连跌两天了 现在在高点的 这也供不出去了 在高点是不是连跌两天了 行情是轮动的啦 在高点的 它会下来 修正一个月的 它会上去 所以你要买4月17 建高点修正的 中股票蛮多的啊 中股票很多啊 你採中股票不可以丢啊 你看神达也是啊 4月17建高点ABC 开始发动 你採中股票走 不要再去买那种已经涨高的 就没意义了哦 你看中股票也是这样子的啊 4月17建高点ABC 开始动 对 国泰金也是 国泰金也是 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电子股的部分更明显哦 你看预期 预期也是 4月17建高点ABC 上去 最近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从82 今天已经来到 98.7了 那来到98.7 最后剩下年线的压力 这条红色线 年线压力98.7如果再过 他的主升波才刚开始而已 那因为连涨三 三四天之后 稍微震荡一下 难免啊 这没关系啦 有来 又求没关系 这个每年5月到7月 营运旺季 幻季的旺季 会有一波多头 所以你要找这种股票 你看Mossbit 在高点就供不出去啦 所以你要避开高点的股票 尼克森也是啊 昨天反而是开高走低 所以你要找4月17号 建高点已经修正的 那一组才有机会供 你看5G的个股 穩帽 4月17建高点ABC 对今天又上来了 指标在低档 这有来的金Q哦 今天穩帽相对是比较强的 昨天当然外资还卖了一千多张 所以有来的Q 双红也是 这修正差不多指标在低档 昨天操纵 4月17建高点ABC 我不喜欢去航行涨一大段再去追高 很多人很习惯拿那种已经大涨的 然后再拿出来讲 你说的就没意义了嘛 已经涨那么多了 你再去讲 感觉上好像哦你很厉害 跳的最强的股票 那真正最厉害应该是低档开始买的嘛 对不对 你等到高档再去买再去讲 已经没意义了嘛 或许还会涨 可是利润空间已经被压缩了嘛 那我喜欢做的 我专门挑这种 还没有发动在底部的股票 就像当时在低档的时候 当时3324双红 我们105买的时候 对不对 3105文貌 我们在低档开始讲的 那涨高50%我就叫你不要碰了 那修正完之后又要开始了 所以你要养成买低点起涨的时候 这样你还能够赚个30% 50%嘛 不然一直在追高一直在追高 那就没意义了 那永远除了赚不到大钱 还有机会会套在高档 静元店也是 4月17建高点ABC 自治顿的比较多 因为化为效应的关系 受到一点影响 不用怕他 他在后面营收 连三半年都会创新高 因为单子早就下到年底去了 所以静元店 有来自治一堆薄啊 已经回到大盘相对在9000点的位置 买的都写得到Q 第一季的获利就已经成长了1.3倍了 对你看涨高的股票 涨高的股票都很危险 都很危险 你看复生应用 今天就掉下来了 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淡季 今天比较强的 今天最强还是 饭店类股 闷很久了啦 可是业绩很烂 这个在做补涨 因为台湾疫情控制住之后 大家开始渐渐的 比较敢上街 敢出来买东西 所以饭店类股跟旅游类股 这两天都开始做出一些补涨的行情 可是这种业绩太烂的 我不喜欢操作 也不喜欢推荐 这你们了解我的个性 那你要强短 那你自己抢 不要有过度期待 台湾就好 不要想说 要赚多少 要赚多多 短线啦 没关系啦 今天另外一组工具机也很强 从雅德克上营 到值得全球传动 因为报纸一直在讲 接单 接到多元的单 这里面雅德克是赚最多 他业绩没有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还是蛮不错的 问题你赚14块钱股价已经到快600了 会赚14块 股价快600 等于比40倍 太高了啦 坐在去 你还要赚多少 油痕 上营还在亏损 你看上营还在亏损 第一季亏4毛钱 哇 股价外资越寒越高 大家就感受的带在堆 理智一点啦 了四个人 高级300多块 我是不敢做啦 我当然不会去那里扛 我最起码不会受伤嘛 对不对 你看值得100块啊 值得第一季才5毛钱而已 全球传动 63块了 全球传动第一季也是赔钱 而且连赔4季 是完全靠炒作的 外资只要讲句话 很多人就信以为真 然后就会去投入 就会去追价 赚钱当然是很好啦 那如果赔钱呢 那就很可惜啦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 业绩不好的 我是尽量不要去碰它 有那么多赚钱好公司 为什么要去买那些赔钱的 然后随着外资的话语 在追高三低呢 没意义啦 今天苹概股相对比较弱 因为昨天苹果是跌的 苹概股昨天也都是跌的 所以今天苹概股相对比较弱 对你看这 在高档的 是不是掉下来了 这都是在高档的啊 5月份见高点 所以我告诉你们 5月见高点的不要碰 你要买4月中见高点的 然后已经修正一个月了 要不要去中欸 被动人一见昨天也是开高走低 这里要注意哦 环球镜要注意哦 环球镜要注意了哦 这也是4月中见高点ABC 年限在下面 指标在低档 环球镜要注意哦 这个业绩虽然说 不会再像前两年那样 赚到三十几块钱 第一季赚了6.6 第一季赚6.6 今年好歹26块 应该也跑不掉 那股价只有三百多而已 所以环球镜要注意哦 也是4月中见高点ABC的个股 环球镜涨幅严重落后 你跟日本的两家厂商 还有德国市创比较 看看你就知道 因为盘中的节目 比较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我下午节目里面再来跟大家谈 这些国际的 德国视创 日本的信约跟盛高 跟环球镜的比较 我下午再来讲 防疫盖链股今天还是最弱的 不要摸哦 这个退下跌 资金开始流向金融股 跟即将起涨修正一个月的个股 5G的个股要注意 你可以跟上连天的脚步 我来找 我们到底来探级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的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